根据华尔街日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说法 中国一艘核动力攻击潜舰在今年春天沉没 不过中国当局极力掩盖并且否认这件事实 但潜艇专家先前就曾经揭露中国武汉造船厂异常活动 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受到严重的挫折 专家分析潜舰沉没三大主要原因 它在测试某些系统的时候 比如说像鱼雷管 就是可以对外开放的这些孔洞 没有完成很好的封装所以漏水 第三个就是它的潜舰里面的相关的系统 因为意外或者是爆炸 然后造成漏水然后下沉 但是以中国它建造这么多的潜舰的经验来讲 那如果是压力壳的破损 或者没有焊接好漏水 或者是你的对外的相关孔洞 没有空装好漏水 那都是很低阶的错误的 那低阶错误证明说 那是不是中共的它的潜舰牵到能力有问题 还是它的相关的人员 因为不专业或者是因为躺平 或者是没有投入太专注 所以造成这样低阶的错误 我觉得都可以去思考的 美国潜舰技术领先全球 中国当局努力追赶 并将核动力潜舰生产中心 从东北葫芦岛移至武昌造船厂 不过中国国防工业长期腐败的问题 一直受到广泛质疑 专家分析共军试图掩盖 潜舰沉默事故背后可能的动机 第一个它隐瞒原因一定是 就太丢脸了 如果这个确认它相关的上面的所有的长官 或者是等等都会牵连受到影响 而且这个对解放军的士气也会有影响 如果说是因为纪律跟士气的关系 证明说其实普遍来讲解放军 他敢战斗战 就乐于作战这个可能是情绪是比较低的 第二个就是因为它这型的潜舰 虽然号称说比过去的禁忌的声音要小 禁忌噪音比较大 这建造过程当中还是出问题 是不是代表中共它自己本身的 这种潜舰的建造能力上是有局限的 那因为这个科技制裁 或者是美国的这种管制 所以让它没有办法得到更多或更好的科技 就变成它记得做好了 它的这个核动力潜舰 跟美国跟日本的潜舰来比 它的战力是比较差的 战力比较差的情况之下 你当然就是不太敢跟美国跟日本的潜舰 或者军队作战 因为作战你一定输啊 你会失败啊 所以对它的作战意志也会影响 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研究员 萨德勒认为 这一起潜舰沉没事件 毫无疑问是一起重大事故 随着进一步从事故分析 透露出共居内部最大弱点 其实最大问题就是 它自己本身 虽然它的武器因为仿冒 美国 甚至它的所谓的轰漏石 新的轰炸机 也准备要在航空板要展示 它虽然这些武器系统的外表 跟美国很多先进的系统是很像的 但是它实际的作战能力 有没有美国相关系统的八成啊 我都蠢疑 你看连核动力显见 你外表做好以后呢 但实际动起来是没办法动 而且沉到水里面 表示它的科技落差 第二就是除了硬体之外 它的软体包含作战准则 包含教育训练 包含人员的素质 或者是正确的作战观念 其实跟美国跟日本来比是有落差的 就如果说要打游击战 或打这种不对称战争 也许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要打这种海上的 大规模的舰队跟舰队的这种联合作战 恐怕也不行 第三个就是 目前习近平在军队的反摊 还在持续当中 而这次三中全会 有一些上将局的被替换 每个人都人心惶惶 某种程度虽然不到躺平的地步 但是你对外发动战争 勇于展示自己的军力 或甚至于展现自己的能力 是比较没有那么积极的 比较消极的 从南海争议到中国向太平洋 试射洲际飞弹 种种海上扩权的行为 已经引起各国高度关注 无论是日前日纽奥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或是拜登在日内 最后一次四方安全对话上的谈话 都显示中国试图以武力改变 印太区域和平秩序的野心 已经让世界各国政府 开始调整区域战略部署 希望有效围堵中国军事扩张 确保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能不受中国海商霸权影响 记者顾名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回忆射的候订阅 打赏准 predator 感谢观看